利比亚国民军无人机进行夜袭 2019年4月29日 据利比亚国民军对外发布战场报道称 在27日至28日夜间空袭过程中 利比亚国民军空军战果辉煌 炸毁一座利比亚政府军弹药库 三辆利比亚政府军坦克被军确清除 两个利比亚政府军炮兵阵地 被空地导弹覆盖 四个上锁被袭击并彻底打掉 显然利比亚国民军这一夜的作战来看 战国颇风 这严重打击了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的士气 特别是与政府军配合作战的米苏拉塔 金坦部落民兵等武装组织 而利比亚政府军只能抱头鼠窜 阿联酋支援的翼龙无人机 出动空袭的米-35武装直升机 29日据在迪黎波里的目击者报道称 哈夫塔尔将军也有翻译参元帅的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空军 针对迪黎波里非法武装组织弹药库 进行了空袭 据称 空袭非常密集 利比亚国民军的战机 进行了20多次导弹 炸弹打击 此外 有目击者表示 利比亚国民军军机 对城市的数个地区进行了空袭 除了全力打击弹药库外 据观察还对数个不明设施进行了打击 稍后利比亚国民军这一次空袭主要使用了一龙无人机和米-35武装直升机 一个夜间中低空实时侦察 监控 轰炸 另一个米-35武装直升机 全力支援利比亚国民军前线部队夜间作战 特别是针对哨所的目标 进行精确打击 蓝箭-7空地导弹遗骸 与此同时 29日在利比亚首都迪黎波里 发现了蓝箭-7空地导弹遗骸 这证实了此前关于阿联酋支援利比亚国民军空军作战 出动一龙攻击无人机参与空袭的讯息 阿联酋空军 于2016年6月 开始在利比亚东部的阿高迪空军基地部署一龙无人机 而一龙攻击无人机 数次 备用于为利比亚国民军提供侦察和禁距空中支援任务 但大批量出动 深入利比亚首都迪黎波里境内 对首都展开狂轰烂炸 还是第一次 从世界空战史分析来看 这次空袭作战中 在单次战斗中 以无人机为主力的 多架次多轮的具有战略意义空袭行动 而相比美军使用无人机 往往就是单架 炸了就跑 这一次并没有 利比亚国民军的一龙无人机 执行了一夜的空袭 并展开了多达二十多次的空袭行动 利用无人机执行了战略空袭任务 弹药库燃起大火 而利比亚国民军空军一龙战果最大的就是引爆了政府军的弹药库 有当地居民拍摄到了弹药库爆炸的画面 从画面中分析 弹药库发生了强烈的爆炸 爆炸后立即形成了蘑菇云 而针对利比亚政府军弹药库的打击 依靠的就是一龙无人机基在的红外 光电探测装置有力侦察 然后再进行了精准打击 一龙承包了所有战绩 这一次爆炸却估计至少一千吨弹药 枪械等武器灰飞烟灭 这对前线作战的利比亚政府军 可不是什么好讯息 同时 一龙无人机并没有因为引爆了弹药库就停止空袭 一龙无人机 还对政府军在城内隐藏的坦克进行了打击 特别是对国民军威胁最大的BM-21火箭炮 也进行打击 经过一夜的血战 四架一龙无人机 包揽了利比亚国民军空军 自4月4日发动空袭以来 所有的战绩 有人战机还被击落了 利比亚国民军空军之前的战绩 仅仅是一架米格21突袭机程时候 勉强扎伤CH-47直升机一点皮 并且这架CH-47直升机 多年不能开了 没有想到的 利比亚国民军众多有人驾驶的战斗机 却不如四架一龙无人机一个晚上执行的任务获得战绩多 这个也没有办法 毕竟有人驾驶的战机 大多数都是米格21 米格23 米格25 幻影F一战斗机 都不适合进行精确对地轰炸 机在装置老旧 载弹武器老旧等缺点无法克服 并且急易遭到利比亚政府军防空导弹 防空武器袭击 比如4月20日 利比亚国民军就被击落了一架米格23战机 幸好飞行员跳伞逃回了国民军阵地 要不后果不堪设想 而一龙无人机出现 对利比亚战场起到了绝对重要的影响